嗨,我是豪豪,大家好 那的話就是今天剛好是除夕夜 那就要祝大家新年快樂啊 那我們這次影片要所講的就是 如標題所見,我離職 然後以及找到新工作 沒錯,那首先的話 我先來跟大家講說我以前的工作是什麼 那我以前工作的話就是 香根的、翠松園的管家 溫泉旅館的管家 那他這次集團的話就是有 夫婦集團、河口湖、奈良、京都 這次還有就是熱海等等 非常至而知曉、非常有名的夫婦集團 那的話他就是一碗大概都要十幾萬 八萬日幣左右 十萬、八萬日幣左右啦 那我的工作的話就是負責做管家 那管家是什麼呢? 管家的話就是客人的check-in到check-out 中間之間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來做包辦 就是客人的吃飯啊 還有他們的食材、問題等等的話 都是由我來做負責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他們check-in之前他們說 房間內有想要什麼東西的話 我們要先做好準備 然後去做確認 然後呢 再帶他們到房間做房間內的說明 然後還有就是說 今天的行程是怎麼樣 然後到他們吃飯啊 然後早餐 然後最後晚上 然後最後check-out 送他們離開 就是我們一天的工作 那一天我大概就負責兩到三組客人這樣 那客房也不多啊 就是二十三間客房而已 所以就是說也不會說很辛苦 就是我覺得剛剛好 而且還可以跟客人就是很親近 然後也可以就是聊天啊等等之類的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為什麼我會想要離職呢? 我會想要離職的原因的話就是說 雖然現在這次的工作的話是非常的好 非常安逸這樣子 可是我就是想要挑戰於別的工作看看 就是想要去挑戰新的工作 然後有興趣的工作這樣 然後想說趁年輕趕快去做挑戰 不然的話就是真的太安逸 就是我身邊蠻多日本人 他們就太過的太安逸 覺得說 啊這工作其實不討厭 也就是也沒有到很喜歡 看就是可以好好生活這樣安逸下去 但我覺得這也是一種生活的方式 但是我不想要太過於安逸 我想要去多更多的挑戰 然後學更多東西這樣子 那以前就是我對航空業就是非常的壯景 有興趣 那為什麼很多人說不考空服員呢? 因為我沒有考多藝 不好意思 因為我真的很不喜歡考試 真的 雖然我會講英文 那就是考試真的我非常的不太行這樣子 對 那我就是因為我現在之前的飯店 是負責外國客人很多是我 然後因為我們飯店都不太會講英文 就只有我 然後所以有客人的話 全部都是我去講英文 還有中文等等之類的 那最主要還是負責日本人比較多 因為那間飯店的話 那空服員的話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很想要做 但就是說 對我沒有多藝這個門檻 就是過不了 但第一期的話 其實他也是要多藝的分數啦 但是有一些公司的話 只要說你會有等同於多藝的 溝通能力的話 就可以沒有問題 那我就有去面試幾家 就是有說要多藝 然後我說其實我會講英文 但就是我沒有去考多藝這樣子 那就是之後也都有去面試到 然後也有幾家都有上這樣子 對 那這份工作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說 他就是非常的有趣 他工作內容的話 就是負責就是做check in 就是客人登記的check in 然後開票 然後呢到送機 就到登機門然後驗票啊 然後送他們離開 然後到這個到日本的時候 你要在行李那邊去做觀看說 客人有什麼比如說行李損壞啊 然後做賠償等等的一些工作 那就是覺得說 他是非常廣的工作 工作內容真的非常多 而且會在機場跑來跑去 而且還能順便運動到 對 那的話 對那我負責的航空的話 就是在成田機場的 然後是ANA跟Pitch這兩間 那為什麼說這兩間呢 因為我這個公司 他不是直屬於ANA 他是附屬 就是算是子公司 合作公司夥伴 那的話就是 他就是專門負責 ANA跟Pitch這兩則航線的 那他們的話就是 我是專門現在他跟我們講說 先從Pitch開始做 那就是先從做國內線 然後到國際線這樣子 那就是說 工作人員就是剛剛所講的那些 那 我個人也真的很喜歡 就是在機場工作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每次到機場的時候 就會一種開闊的 喔終於可以出國 然後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 文化 就是國際不同的文化 然後很多國家的人 就覺得說非常的 有國際性 國際化的一個地方 而且每次到機場 大家都會覺得那種 枯枯的感覺 就是非常的開心 很興奮 所以就真的很喜歡機場 而且還可以看到 飛機起飛降落這些 而且我很喜歡拍飛機 起飛跟降落那個瞬間 就覺得說哇賽 好厲害啊 就是飛機可以載著 那麼多人 然後到另外一個國家 就是可以變成一個 像橋梁的感覺 然後就是我自己 我的未來的夢想的話 也就是想要做 就是可以做成 就是像 日本跟台灣的 就是 橋梁一樣 可以做成 中間的橋梁去做溝通 那的話 就是說 我在離職的時候呢 離職的話 我是在2022年的 11月底 就離職了 那我想說就是 好好趕快 認真的找工作 可以好好的 快點找工作 就是12月 然後跟2023的1月 可以順便休息 然後找工作 也不會那麼趕這樣子 那的話就是 在面試的過程之中呢 我面試了很多家公司 就是有 哈利波特啊 還有就是 迪士尼啊 還有就是 航空公司等等之類的 對 因為迪士尼的話是飯店 通常說算了 不要再做飯店了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那個 哈利波特的話 就如同大家所見 沒有上 非常可惜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說 航空公司的話 真的蠻多家 然後最後我就喜歡這家 是因為它福利真的非常好 因為真的講說 嗯 還有它的 使人資的態度也都很好 這覺得說 一間公司的人資 還有就是他們 面試的時候 還有就是公司的環境 真的非常的重要 這三個 就可以取決說 你這間公司到底好不好 會不會對你未來的 工作的順不順利這樣 那我個人的話 就是說 嗯 當初面試這間公司的話 他就是 所有的對應都是非常的好 而且他福利真的很好 就是 公司的宿舍 就是算是 機場員工的宿舍 那的話 就是一個月只要 一萬五千日幣 相當於台幣兩三千左右 那他的非常的大 就是可以給他看 就是 一進房間的話 就是非常大的房間寢室 然後還有更衣室超大 然後呢 後面的話還有就是陽台 陽台的話 真的非常大 而且我在七樓 然後風景採光 真的非常好 然後還有廚房 然後跟那個廁所 然後跟浴室是分開的 然後浴室也非常的大 對 然後就覺得哇賽 這樣一萬五千塊日幣 可以住那麼好 然後雖然他離車站 大概要走到十分鐘左右 就是有一點點的遠 這樣子 對 那的話就是說 一間公司的 所有的環境等等因素 真的會取決於說 你到底會不會想進一間公司 對 那就是我還有面試 就是有上那個JR東日本的 就是觀光介紹所 就是就是 像旅客服務中心一樣 就是JR的 那他就是大家就可以詢問說 要去哪邊玩怎麼坐車等等 然後就坐在窗台裡面 再去跟客人做對應 雖然我覺得做那個 也是蠻有興趣 就是很想要做啊 但就是 我覺得他一直坐著 就是連太死板 然後就是每天開票 然後給客人說 然後哪邊玩怎麼樣 怎樣之類的 就有點固定的事情 但後來想一想 就是說 其實 做機場地勤的話 雖然也是一樣的工作 可是他可以每天一直 動來動去跑來跑去這樣 對啊 因為我想說JR東日本那個 我等我之後老了 或是怎麼樣 之後再去做也不遲這樣子 因為地勤我覺得可以趁年輕 因為他需要體力 因為就是要跑來跑去 跑來去就是飛來飛去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說 趁年輕人去做的事情 趕快先去做這樣子 所以最後就選了地勤 那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在日本工作的人的話 就是如果你失業 或是你離職的 這段期間在找工作的時候 可以去就是當地的HELLOWALK 那的話就是可以去申請失業 或是沒有工作的補助金 那真的非常的好 詳細的資料我會放在下面 就是你失業的時候 拿到離職票的時候 就可以去當地的HELLOWALK 去做申請 大家千萬不要浪費掉 這個可以拿到 就是你的補助金的機會 真的 不然你每次講到那個 什麼稅金等等的話 都白講了 這時候就是要好好的來 利用這個稅金 就是在你搞找工作 它會政府會支出於你 就是你的找工作的資金啊 還有就是你的生活費等等 那的話就詳細的資料 會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算你在就是 找到工作的時候 它一樣會付給你 就是你的就是 舊職獎金之類的東西吧 那這話是覺得說 這個福利是真的不錯 大家不要錯失這個機會唷 好啦 那的話 我們這次的影片的話 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的話 之後我就會 二月開始 我就會在成田機場 來工作啦 那大家在就是 成田機場看到我的話 記得可以來 跟我打招呼唷 所以就是要看 緣分跟會不會巧遇咯 那我們就是真的 非常期待新的一年 還有新的生活 還有新的工作 那大家之後 在成田機場看到的話 可以來跟我打招呼 就看我們的緣分 跟會不會巧遇咯 那之後的話呢 就會來跟大家講說 工作的內容啊 還有就是說 開不開心啊 在機場生活等等之類的 那大家老樣子 記得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分享唷 那大家有任何的工作的問題啊 或者是說 還有就是 那個工作的疑問轉職等等的話 都可以下方留言來問我唷 那大家祝大家新年快樂 還有萬事如意 平平安安 然後新的工作 我也順利 大家工作也順利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掰掰 哇 我們來看 喜歡的 東西 武器 滿足 好 i love you even more every time you land so i forget the way it feels after you're gone yeah you keep on coming back like a boomerang keep on coming back then you're gone again i'm reaching for your love but you're in the wind just waiting here to feel you in my arms staking all the time